同关战役消灭斗泰,玉璧之战至胜高欢,三侧灭北齐,驻北州统一北方的上驻国伟孝宽。 伟孝宽,名宽,一名书裕,自孝宽,已自行于世间。 经兆杜宁人,无微太守伟续之子,南北朝时期历任北魏、西魏、北州的军事家,官拜大司空上驻国,封云国公。 伟孝宽为人深沉机敏,温和正直,好读京史,他二十岁时遇到萧宝营在关中发动叛乱,于是他前往都城洛阳,请求朝廷让他作为大军的先锋前去平定叛乱。 朝廷很欣赏他的这种行为,便任命他为统军。 伟孝宽跟随冯义俊公长孙志,挥师西晋,每次作战都有战功,被任命为国子博士,代理华英俊太守的职务。 恰好势中杨侃担任大都督,出京镇守同关,让伟孝宽做都督府司马。 杨侃对伟孝宽的才干感到惊奇,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他为妻。 永安年间,朝廷任命伟孝宽为宣威将军,挤师忠,不久又授予他山北县南的爵位。 公元531年至532年间,伟孝宽为都督,随荆州刺史,袁子公,镇守乡城。 英公任西县郡守,当时独孤姓为新野郡守。 他们二人关系很好,而且政绩出众,被荆州利人称为联弊,传为美坛。 北魏孝武帝初年,伟孝宽以都督的身份单独镇守乡城。 北周文帝宇文泰从援州进军雍州,命令伟孝宽随大军前往。 等到攻下同关后,当即任命他为鸿龙郡太守,后随宇文泰扶东魏大将斗太,兼任邢台左臣,统下宜阳郡兵马,与独孤姓入手洛阳。 而后,伟孝宽又与宇文贵一封应接颖州议图,与颖州大破东魏名将任降姚雄。 西魏大统三年,公元537年11月,伟孝宽攻克东魏豫州城,俘获豫州刺史逢印。 又参与河桥之战,西魏军作战不利,当时边境骚乱,宇文泰命伟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使,不久迁南衍州刺史。 同年,东魏将领断身,姚杰再次攻占宜阳,派扬州刺史刘道衡,鼓动招降西魏边境的百姓。 伟孝宽为此深感忧虑,于是派间谍寻求到刘道衡的首计,使用离间之计,使得断称,与刘道衡离心相互牵制。 而后伟孝宽出动骑兵突然袭击,俘获了断称与刘道衡等人,小山免持一代,终于得以安定。 西魏大统五年,公元539年,伟孝宽敬爵为侯,大统八年,转静州刺史。 西魏大统十二年,公元546年8月,并州刺史王思政,转任荆州刺史,并推荐伟孝宽接替他的职位。 伟孝宽遂率军,镇守玉璧,监设南奋州市,尽受大都督。 西魏大统十二年,公元546年10月,东魏丞相高欢,亲山东之兵,自叶城出发,向西魏大举进攻。 玉璧位于今天的山西济山县西南,处于焚水的下游。 西魏设在这里的要塞,对东魏的静州威胁很大,所以高欢决定先攻玉璧。 9月,东魏军连营数十里包围玉璧,以引诱西魏军出战,伟孝宽聚成固守。 10月,东魏军攻城昼夜不停,伟孝宽则随机应变,竭力抗玉。 东魏军在城南驻土山,遇居高临下攻城,城上先有二楼。 伟孝宽父母家高城楼,令其始终高于土山,并多备战居预值。 使得东魏军不能得逞。高欢派人对城中喊话道,纵使你把楼架到天上,我也会穿过城去捉纳你。 东魏军于是改变战术,在城南挖掘了十条地道,又用孤虚法,集中兵力攻击北城,昼夜不停。 北城向来是天险,伟孝宽挖掘长沟切断了东魏军的地道,并派兵驻守。 待东魏军挖至深沟时,即将其擒杀。 伟孝宽又在沟外堆积木柴,备好火种,发现东魏军在地道中的潜伏,便把木柴塞进地道,头火燃烧。 还借着刘皮一郎鼓风,烈火龙烟吹入地道,地道中的东魏氏族被烧得焦头难额。 东魏军又造公车撞击城墙,所到之处莫不摧毁,虽有牌撞,也无法抵挡。 伟孝宽便用布匹做成杖曼,随其所向张开,公车撞直,布兽撞之力悬于空中,城墙未受损伤。 东魏军又把干燥的松枝马杆绑到长杆上,灌以高油燃烧,去焚烧账曼,企图连玉壁城墙一起焚烧。 伟孝宽则把锐利的钩刀也绑到长杆之上,等到火干攻击时,即举起钩刀割直,把镇点燃的松枝马杆全部割掉。 东魏军随后又转用地道,在城四周挖了地道二十余条,用木桩支撑,然后以油灌住,放火烧断木杆,使得城墙坍塌。 伟孝宽在城墙坍塌处,用栏杆堵住,使得东魏军无法攻入城内。 东魏军禁用攻城之术,但皆被伟孝宽所破,而且还守城有余。 高欢攻城不克,后又派人劝降也没有成功。 高欢攻城五十天,士族死亡了七万人,精疲力竭,用尽心计,人为攻克。 高欢急得旧疾复发,时有陨石,坠入东魏军营中,东魏军京剧。 高欢遂以十一月初一,解除了对玉璧的包围,撤军。 高欢回到靖阳后一病不起,于次年正月去世。 西卫文帝元宝炬,特派殿中尚书长孙少月,左臣王岳前去慰问, 并晋升伟孝宽,为票齐大将军,开辅一同三思,进封建中郡公爵, 以讲其守玉璧之功。 西卫废帝三年,公元554年9月,伟孝宽以大将军的身份, 与祝国大将军,燕国公于静,中山公宇文户,大将军杨忠等领兵五万进攻粮朝, 十一月功克将临,伟孝宽因公被封为阳县公。 回军后,伟孝宽拜尚书幼谱舍,赐姓宇文氏。 西卫废帝四年四月,宇文泰北巡,命伟孝宽还政玉璧。 北魏孝敏帝元年,公元557年,宇文爵代西卫称帝, 就是后来的孝敏帝,国号州,史称北州。 伟孝宽官拜小司徒,明帝初年,伟孝宽升林子殿学士。 五成二年,公元560年,宇文雍纪帝位,为北州五帝。 周五帝以伟孝宽在玉璧之宫,于玉璧至营州, 并任命伟孝宽为云州刺史。 润九月,伟孝宽敬畏驻国。 当时,进攻宇文户,欲东逃北齐,伟孝宽认为不可, 并派遣长使新道县前去劝主。 但宇文户并未采纳,周军出师后果然不利。 后来,孔城被攻陷,遗阳被围。 伟孝宽对将帅们说,应该赶紧在华谷和长丘铸城, 以杜绝敌人的野心。 伟孝宽于是划地形,劝说宇文户依尽行事。 但宇文户不采纳伟孝宽的建议,此事遂作罢。 此年三月,伟孝宽敬奉云国公。 北周建德四年,公元575年, 周五帝遇灭北齐,统一北方。 二月,伟孝宽上述陈三册。 北周建德五年,周五帝罚北齐时,路过玉璧, 查看御敌之所,身为探陷。 伟孝宽认为自己熟悉北齐虚实,便请为先锋。 但周五帝认为御璧为军事重地, 非伟孝宽无人能守,所以没有同意。 后即赵王宇文昭率并伐鸡胡, 与大军臣鸡脚之事。 周五帝才让伟孝宽为行军总管, 伟手划骨,以作坚硬。 伟孝宽攻克北齐四成。 周五帝平静周后,仍让伟孝宽镇守玉璧, 后因为伟孝宽联老,于是照令随驾回京。 五月,伟孝宽拜大司空,处为延州总管。 北周建德七年六月,周五帝去世,宣帝继位。 九月,伟孝宽敬位上诸国。 北周大象元年,公元579年二月, 伟孝宽为徐延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市,徐州总管。 九月,宣帝任命伟孝宽为行军元帅, 领行军总管宇文亮,梁诗燕等攻城淮南。 十一月,伟孝宽分齐国公宇文亮, 自安禄攻黄城。 陈国公梁诗燕攻广林, 自己率军攻打寿阳。 陈帝陈虚命南衍州刺室淳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, 中领军繁邑,都督北讨军士及其他将领一起, 率军抗击州军。 不久,伟孝宽攻克寿阳, 宇文亮攻克黄城, 梁诗燕先克广林, 寄取霍州等地, 陈军难以主导, 岁江南北衍州, 靖州三州, 以及虚渝、山阳、平阳等九郡民众, 迁徙江南。 州军趁势攻下桥州、 北徐州至此, 长江以北的土地, 皆化入北州的统治。 北州大象二年三月, 州军回师, 知御州时, 宇文亮谋反, 准备突袭伟孝宽, 兼并其重。 宇文亮的部下儒宽, 知道了此事后, 告知伟孝宽。 伟孝宽于是暗中设服, 宇文亮于夜尊, 派数百计前来偷袭, 伟孝宽将其追斩。 北州大象二年五月十一日, 北州宣帝宇文云病死, 北州禁帝宇文禅连幼, 左丞相杨坚专政, 因御池九, 位高素有声望, 恐有意图, 于是, 就以惠葬北州宣帝为名, 肇使其子御池纯, 招御池九入朝, 并以伟孝宽为向州总管, 赴业取代御池九。 六月, 御池九恐杨坚专权, 对北州不利, 想要举兵讨伐他, 不久便公开起兵反对杨坚。 同年六月, 皇帝下令出动关中军队, 任命伟孝宽为元帅, 向东讨伐。 七月, 军队驻扎在河阳, 御池九命令, 于同薛公仪等人围攻淮州, 伟孝宽派兵打败了他们, 又进军驻扎在淮县永桥城的东南。 那座城既已处在要塞地带, 城墙坚固, 御池九又以派兵把守他, 众将士认为这座城处在要害, 请求先攻占他, 伟孝宽却说道, 城虽然小, 但是很坚固, 如果没有攻下, 那么就会削减我们的军威, 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的主地部队, 那么这座小城里的军队, 又能有什么作为呢? 于是, 带领军队驻扎在武智, 大败了御池九儿子御池纯的军队, 御池纯快马逃回了叶城, 御池九亲自出战, 伟孝宽又打败了他, 御池九走投无路, 被迫自杀, 小城中的士兵, 全部在游浴园被活埋, 还没有降服的地方, 伟孝宽都依据具体情况, 征伐他们, 关东于是全部平定, 十月, 军队胜利回到京城, 十一月, 伟孝宽去世, 十年七十二岁, 朝廷赠予太父, 十二州诸军事, 雍州牧, 氏号乡, 唐建宗三年, 公元七百八十二年, 尼史严真卿向唐德宗建议, 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,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, 当中就包括, 又普设, 云国公伟孝宽, 即至北宋宣河五年, 公元一一二三年,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, 为古代名将设庙, 七十二位名将中, 亦包括伟孝宽, 在北宋年间陈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, 伟孝宽亦位列其中, 而中华珈穎一位日子, 北宋年牛兄弟,